很大件事,好像有人闖進來 歡迎大家來到中東學社訪談系列的第二集 我們有請到Amy Hello,大家好 我是Alicia 上次說到你找到工作了 找到工作之後,那份工作其實是做什麼的呢? 保安、安全 就是一間公司的風險管理部門 一部分就是要計算的 那些就是金融危險 就是要計算那間公司會怎樣破產 什麼時候會虧錢,這些就是金融危險 又不是要計算的危險 就是萬一我們的辦公室突然被人進來 協持所有人 當時我的工作就是會幫私人公司 或者政府 或者NGO做一些檢測 就是追蹤一些時事的發展 或者一些當地的局勢發展 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在當地的運作 然後做出一些分析和相關的意見 可以令到他們怎樣減少這樣的風險 譬如他們可能怕出差的時候 遇到一些什麼危險 遇到戰爭 然後要怎樣走人 是的,那就有兩方面的 一個員工 如果他在差略的時候 遇上恐怖襲擊 那公司就很嚴重了 因為當然他們通常都有買旅遊保險 但是有時有些旅遊保險就不包括恐襲 或者一些當地戰亂而發生的事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實每間公司 特別是跨國公司 他們會有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投資 萬一譬如譬如 政變對於一間公司的運作 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我們可能看的 首先是最即時的影響 就是到底會不會有 我們之前香港最喜歡說 會不會有暴徒廠進去這個辦公室 然後大肆破壞一些東西呢 那這一點是最即時的 或者是長遠來說 就是究竟當地這個政變 對於營商環境 會不會有很大的 一些不好的影響 如果有的話 他們要不要去計劃一下 他們怎樣退出這個市場 我們就會做這類型的一些分析 那怎樣去做到這些分析呢 當然就是每天都去監察 和追蹤 譬如他們的社交媒體 或者當地的報紙 再看一下遠一點的分析 組織完這些所有的資料之後 我們就再寫出我們自己的一些結論 然後再給他們一些意見 這一下我們覺得 譬如你不要再派人去這個國家了 或者現在在那個國家的人 他們要怎樣做 要不要立刻留下來 在自己家裡千萬不要出門口 還是立刻去機場搭飛機走呢 即是說會有些很驚險的情況 那你遇過最驚險的情況是怎樣呢 回這份工作的第二個月 那時候還在培訓的時候 我們負責的地區 其中一個就是肯瓦 我的工作就是要聽電話 就是如果有人遇到一些緊急的情況 他不知道要怎樣去處理 那我就會打進來 那時候聽到一個電話 就是說 我不知道那個酒店發生什麼事 好像很大一件事 好像有人闖進來 然後有些襲擊發生 他們打電話進來的時候 是會有個人分流的 就會聽聽你是什麼事 你嚴不嚴重 你是需要跟一個安全專家去談 還是跟一個醫療專家去談 分流完他把電話傳過來給我們團隊的時候 我們聽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停止了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這個訊息已經很令人害怕 同時我另一邊的同事 他就負責去監察這些社交媒體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一發生什麼事 都會立刻上網 即是真的是網上貼的 是的 真的網上貼 他就會有一個鍵詞 他突然間很大聲地跟所有人說 我看到有一個推特說 在坎亞首都Narabi有個攻擊 聽到這個電話和這個消息之後 我已經很害怕 因為我任何有這些需要幫忙的電話 我都是要第一次聽的 從那個電話開始 我就不斷收到一個接一個電話 就是說他在酒店裡面 或者他認識有人在酒店裡面 究竟酒店發生什麼事 就真的有Al-Shabaab 伊斯蘭教的極多恐怖分子 入侵了這個酒店 其實在這些高危的地方 他們通常的酒店都已經一定要隔開了 你首先駕車進去的時候 你首先要進行安檢 即會有人有一個金屬探測器 或者他會有一個鏡頭照你的車底 看看你有沒有藏起了什麼 他的方法就是他一輛車就衝過去 然後就爆炸 然後還有第二輛車 然後有一群恐怖分子就進去酒店 開始開槍殺人 或者逐層走 我記得這個襲擊維持了兩天 他不是馬上就完成 因為他們進去之後就跟警察 以及當地的軍隊有槍戰 然後又躲起來 所以我當時 其實我也不記得我最後收到多少個電話 因為好像一個困難的經驗 你結束之後 你就不記得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有做培訓 我們知道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你要怎樣做 我也是用同一個語氣 和要去安撫他們 跟他們說 你跟著這些工作 你要相信有人來救你 當然也有很多人以為他打了電話給我們 我們會開架直升機 降落在他的酒店上 然後走進他的房間找他 他就跟我說他住哪間房間 或者怎樣 我也要跟他說 我們不是當地的軍人或者警察 我們是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我們知道他在哪裡 我們跟他說他要跟著的一些提示是怎樣 你問我 我知不知道他們最後安不安全出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 除了這些在酒店裡面的人 你也要想 就是很多 譬如他的老闆 知道了 我派了一個人去納羅比 然後他被人挾持 他也會覺得 糟了我糟糕了 然後他就會不斷打電話給我們 不斷打電話給我們 你究竟救了他們出來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你們有什麼更新的 我記得是一聽完電話 他就馬上會響 然後 這樣持續了很多個小時 然後我回到家後 有打電話給我的同事 跟他哭訴 其實他們要怎樣做呢 就是躲在房間裡不會出來 有時候在地鐵站 或者巴士都會看到他們的口號 就是閃鼻球 閃鼻球就是在英國和美國 都用的一個叫做口號 就是 Run High Tail 或者 Run High Fight 這裏有少少文化差異 因為美國就是叫你 Run High Fight 但是 英國就是叫你 Run High Tail 就是扣著 那 Run 就是說 如果你見不到那個人 或者那個聲音的來源 因為通常 你一個恐襲發生 你會聽到 可能是爆炸聲 或者是槍聲 如果你是見不到他的 那你就有時間可以逃走 為什麼你進了一間酒店 或者你去了一個新的地方去研究他 或者你去看看他的走火的路線 是這麼重要 因為你真的看了 你才會知道我要走去哪裏 譬如你知道我可不可以走 我一走就去了他那裏 或者去了聲音的來源 你就可以躲起來 躲起來的時候你要怎樣做呢 其實不單是酒店房 譬如現在美國很多校園窗益案 如果有在美國讀書的觀眾 你也可能會在校園有這些演習 他也會叫你把自己鎖在課室裡 那你鎖在課室裡 你就要落臉 你盡量不要被外面見到你 你要把你的電話 或者任何會有聲音的儀器 都調整到正音 然後如果你可以搬到任何東西 塞住門 你就搬了它 然後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千萬不要在社交媒體上 鋪你所在的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 我之前的例子 就是有人在上面說 我現在在哪裏 在哪裏 你們快點來救我 其實有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說的 這些恐怖分子 他們都一樣可以看到 Twitter或者Facebook 然後他們就會來找你 所以千萬不要公佈你究竟在哪裏 你要有信心 警察或者當地的軍隊 是真的來救你 但你又不好聽到人敲門 說我是警察 我現在來救你 你就開門 如果你們有看 Hotel Mumbai 你都知道 很部份就是感恩你 令到你開門 所以你要完全確定 整件事完了 安全了 你才可以開門 如果是警察 他們一定會有方法 找到你 他應該躲起來 鎖起門 譬如報警 或者通知一些 可以救到他的組織 他來到的時候 他如何驗證 是為那些人 還是恐怖分子來抓他 所以他就不應該開門 譬如校園槍擊案裏 他們做校園槍擊演習的時候 他們會同意一個 叫做 就是他們會用開麥克風 你聽到這個code 你就知道 真的安全了 你才可以開門 當然在酒店 你做不到 所以你就是 等警察爆門 不要自己去開門 譬如我處理的事件 都經歷了兩三天 所以你真的很容易會覺得 糟了 都安靜了 餓死在裡面 但你剛才說 要報警這件事 也很重要 就是千萬不要去覺得 別人一定報警了 我不用報警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你的信息 對於警察來說 是很重要的 可能你可以讓他們知道 其實有多少個人 他們是怎樣 穿什麼衣服 因為警察不知道 誰是受害者 誰是恐怖分子 所以你任何的信息 對於他們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能離開 他們其實在你面前 就是要打鬥 但是很多人都未必能做到 所以其實到最後 都真的要相信你的直覺 你最好就是和一群人一起去想一個計劃 而不是你自己衝過去 你不打 你不試一下 你就會死了 你才會做這個方法 到最後都是看你的反應 你好不好 有時候我們會想 是不是要帶武器 還是什麼 但是可能是帶乾糧比較重要 對 所以我們做這些諮詢 經常都會跟別人說 你帶一個叫走路袋 通常聽到這些可能是地震 或者怕會打仗 對 沒錯 就是地震 但有時候可能被人挾持 對 所以其實一個走路袋 你未必真的要撿出來 我自己想過你要撿什麼 當那件事一發生 至少你可以很快地去反應 就是做完這份工作的結論 就是要帶著走路袋 對 或者要看一下你的房間 後面的逃生路線 我們既然說起這個恐怖襲擊 剛才說是這個阿什伯 那是不是好像真的 伊斯蘭教的恐怖襲擊 就是最多的呢 我們近年都沒有聽到 伊斯蘭極端恐怖分子 導致的恐襲 2019年的時候 譬如美國國會 他也有一個法案 就是本土的威脅來說 這個白人至上 或者極右的極端組織的威脅 是比起伊斯蘭極端組織的威脅 是更加大的 那為什麼呢 譬如我們看看一些數字 在2001年911之後 去到2016年 有85宗因為極端分子 造成他人死亡的一些襲擊 在這85宗裡 有73%是白人至上的極端分子造成的 只有剩下的27%是因為伊斯蘭極端組織 而導致的一個襲擊 如果我們看近期的數據 譬如去年 根據美國 NGO Anti-Defamation League的一個研究 他說去年有25個 因為極端主義而去殺人的事件 其中21個就是白人至上的 可能當時伊斯蘭國還有領土的時候 他們那些宣傳真的做得很鋪天掛地 譬如大家想起恐怖襲擊 已經立即會聯想到當時他們斬首的片段 你想恐怖襲擊 你未必會立即想到 譬如是白人至上的一些槍擊案 第一個想到反而是這些斬首的 爆炸 或者是爆炸的影像 斬首的爆炸這些比槍擊 就好像更加戲劇性了 所以可能我們人像深一點 是不是這樣呢 我覺得會是 因為其實我們在香港 沒有真的經歷過這些恐襲 所以我們收到的資料 都是透過媒體的新聞 新聞他們從哪裡來 都是翻譯了 例如最大的外國媒體 BBC或者美國的新聞 他們如果選擇的 要報導這些為主 今次我們接收的都會在這些為主 其實我覺得近年有改善 不過以前真的很單一 在主流媒體裡面 阿拉伯人或者流鬍鬍的人 就是恐怖分子 或者是有危險性的人 但是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不是 我們可以類比地理解 就是基督教裡面 都有保守派 有開明派 保守派那些可能如果 譬如魔門教這樣 都是幾恐怖 然後又可以娶四個老婆 都是跟伊斯蘭教差不多 本身可能一神教他們的想法 都可以比較類似 但是可能地區的經濟 社會發展 令到伊斯蘭教在今天 比例上 就會比基督教 是個保守派 或者極端分子的比例高一些 通常 如果跟伊斯蘭教 討論起這些恐怖襲擊之類的事情 他們就會說 他們不代表我 我都不贊成ISIS 不贊成伊斯蘭國這些 伊斯蘭教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宗教 再問多些的時候 譬如對伊斯蘭國他們很反感 但可能對塔利班 就可能 有些人都會有些支持 可能就會覺得 他 背後那個教義 其實跟他想的很適合 譬如 有些人真的會覺得 女生是不需要讀書的 你問他 那你知不支持塔利班 炸平民 他一定會說不支持 或者好像伊朗 他革命的時候 然後 都會有一部分人去支持這個神權統治 他們會覺得 這樣會清廉一些 政府會為人民做事 當然 經歷了這幾十年之後 他們就覺得 都好像不是這樣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穆斯林兄弟會 那一種 都是比較保守派 本身政府應該做的 民生福利的事情 他們做到 然後 埃及人就會覺得 他們去統治 應該會是 有一定的質素 是 但當然 穆斯林兄弟會 他對於 可能譬如 女性的地位 那一方面 就會比較保守 那 所以 在埃及他們 初初有一段時間 支持過 然後後來都覺得 好像 不太接受到 於是又再 推翻他們下台 由這個保守到開明的光譜裡面 他們是 保守派之中 比較開明的 所以 也有很多教徒 會支持他們 但是當然 可能從外人的角度去看 就會覺得 都不太接受得到 伊斯蘭教徒 是不是很容易 做了恐怖分子呢 應該說我們的印象 其實 其實 不是十分合比例 伊斯蘭教徒 他們有一些恐怖襲擊 但是 可能 美國本土 那些 白人至上的槍擊案 其實 數量上 或者 傷亡的數字 都很高 但是 可能沒有這麼戲劇性 我們又不會 這麼注意 又或者 我們根本 將恐怖襲擊 這四個字 就會聯繫到 伊斯蘭教徒 放炸彈 這樣 所以我們一聽到 就會覺得 好像中東比較危險 但是 可能是否去美國 是更加危險 其實我個人覺得 美國是比較危險的 但是 當然中東也有 不同的國家 有些國家都還在打仗 如果說 你要去打仗的國家 當然是危險的 我們的經驗之中 我們知道其實 天災是最危險 是每一個人去任何一個地方 都有可能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算你去歐洲 其實可能 例如剛剛 如果有看F1的觀眾 上個禮拜 他們意大利那場 都取消了 就是因為 他們整個小鎮浸了 就是 求助的數字上 是天災最多 沒錯 這份工作 做了兩三年 我只是遇過一次恐襲 但是地震來說 我們是經常都會遇到的 應該說回 我們在中東的經驗 就是覺得 其實他們的問題 或者你日常生活 跟伊斯蘭教徒相處 你不是會遇到他們放炸彈 而是會遇到他們那些保守的思想 覺得很固執 很固執 很固執 是否可以由我戴不戴頭巾而定義 當然每一個教徒 其實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從來都不覺得 我在埃及 或者中東認識的人 會無端有一天拿一把刀來 因為我跟他們說 我不相信阿拉而攻擊我 但是 我也會很小心去處理 比如 剛才說女生是否戴頭巾 為什麼男人可以娶四個老婆 都公平的 或者為什麼女人可以娶到的遺產 會比男人少 這些話題 我反而覺得是一些 地雷 踩中地雷 就跟他做不到朋友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教義 這個是真主說的東西 他就不會讓步 就很難理性地溝通 我覺得這一種也是 可能跟保守派基督徒的道理差不多 如果你踩中了他一個教義 他是不會放棄 他會放棄你 所以 如果你說真的跟人相處 朋友之間 會遇到這一類的問題 比較多 認識的人裡面 其實多數都是 沒有那麼保守的 但當然平時 外出的人 未必天天都會 跟你的朋友去討論 究竟 女性的地位是怎樣 等於 我們如果爭論政治 就很容易翻臉 是的 沒錯 好 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 留言、讚、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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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